所以今天来讲一下我刚拿到没有多久 你们可能开始使用了的 Samsung Galaxy Watch 6 Classic 之所以有这个影片 是因为有网友 特地平安我叫我分享这一个手表 所以我就来了 我是不是可以了很好哩 哎哟 新鲜果热辣哦 哇 是几本意下的哦 看一下还有什么是 说明书 充电器 这个充电器我讲着 我每次看到我都要感叹一下的 它完全看不到触点的哦 而且它还做了那种CNC切割啊 所以整个看起来就是圆润圆润这样子 其实Samsung这是一共出了两款手表 这个表圈上面有一个可以转转的 这个就是Classic 那如果没有这个 就是Watch 6 那我拿到的这个就是 Watch 6 Classic的 星系银配色 43mm Malaysia现在卖的价钱是1399 这两个尺寸跟这两个配色 完全就是一个男生版 一个女生版的感觉 它的表框哦 是这种不锈钢的材质的 所以如果有灯照到的话啦 它是比较sharp 比较blink一点的 Samsung这是有在表袋上面下心思的 背部是普通的 rubber材质 就是很适合运动的人哦 转过来 一格材质 就是很休闲的样子 完全全就target完 上班族 运动人 逛街人 那如果表袋是要换的话 其实也是很简单 就是这边有一个银色的扣嘛 然后就按住这边 打打针 就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这个表盘哦 这个扣每次可以转两圈 而且有反馈 每一格你都觉得它是震一下震一下 背后这边呢 就是sensor区 还有充电的感应区的哈 就是陶瓷的 它这支连接其实就会有pop up的 然后我们按一个connect 里面是有蛮多表盘可以选的 你看比如说graphical的 然后这个是informative 是讯行 然后下面是健康类的 经典的 诶有比较女生的 然后这个是比较简单的类型 还有一些基本款 或者是一些给钱的啦 然后你也可以在app上面呢 去调节表盘上面这些app的顺序 Playstore我常按 诶我可以搬上去 或者combine在一起 甚至是uninstall都可以 当然你也不一定要靠app上 你手表上面做其实也是可以啦 然后short cut面板这边呢 也是可以自己调 我这个do not disturb 放去后面 我不要always on display 然后我就加了NFC上去 完全就是自己去设计就对了 ok so 现在我已经 带上去了 好不好看 蛮好打的 女孩子friendly 这一代哦 其实还是蛮多功能一下的 基本的walking running cycling这一定有咯 安静去 more golf running coach hiking track run 蛮多的咧 swimming outdoor indoor 然后跑步机 还有一些中训这些 而且咯 它还有睡眠检测 这一部分后面我会再跟你们讲啦 还有一个蛮Q的功能 就是身体检测 两个手指一放这边呢 就可以test到我的骨骼啦 脂肪量啦 身体水分啦 BMI等等 这些平时呢 都是我们要去到 专业gym仪器的地方 才可以测量到的 现在手表就做到了咯 那血压也是可以啦 还有 心电图功能终于有了 手指轻轻放 就可以开始生成心电图了 打开apps 是可以看到 蛮detail的心电图啦 心脏不舒服的时候 你测一测 你自己check自己 还是比较安心的 或者 你可以拿着这些数据咯 给Doctor看 当作supporting document 也是不错啦 那血压功能呢 你们可以自己慢慢test 这边咯 我就出一下它的spec 你们可以暂停下来慢慢地 就入重点了 接下来我就要讲一讲 Wolf 6 Classic 到底有什么好跟不好的地方 看完这个影片 你就决定买不买咯 先讲优点 第一 肯定是这个荧幕啊 你不要看好外形哦 跟下一代好像没有什么改变 这样子哦 其实人家的screen size 大了20% 而且可以明显看到边框真的窄了 所以让整个萤幕屏占比看起来就更大咯 那日常用的时候咯 肯定dust screen还是比较好看的啦 而且亮度也是增加了 从上一代的1000nits 升到了2000nits 在太阳底下看也是清楚 优点二 实体旋转表圈 YYDS 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 上一代watch5 它用了一个叫做 虚拟旋转表圈 就是把你的手指放在这个上面表圈转转转 模拟有旋转表圈的样子而已 那个feel哦 怎样都是不够ohm的 好彩今天samsung哦 把这个真旋转表圈给回了watch6 classic啦 而且转的时候咯 那个阻尼感真的是舒服的 很解压的 配合买这个大screen哦 滑动的时候就很大位置 整体视觉效果很不错 单单是这个screen size 加上这个实体转盘哦 体验感我就给80分了 classic就应该有这个标志性的旋转表圈 才叫classic嘛 又点三反应够快 怎样去分辨一个好跟不好的智能手表 其实很简单的 就是看它卡不卡 顺不顺 反应够不够快 无论我怎样转 整个界面都是非常流畅的 完全没有慢卡顿脱影这些问题顺顺去 那这是watch6系列 我统一身上的Azios W930芯片 官方讲是比上一代快有18%的 而且还配上这个2Git RAM 经过我几天的实测下来 我只能讲watch6 classic的表现 属于第一梯队 那个屏幕一按哦 直接就做出反应的非常快 它就是一个不会让你big check的手表就对了 而且哦 如果你是用这三星手机的话啦 这个三星手表你们可以必演入 因为它们两个夹在一起哦 那个连接适配度是很高的 优点是 讲的一个小细节就是 App设置的自由度很高 比如说我习惯手表出WeChat notification的话 那手机就不想不争夺 或者可以同时想 或者可以同时不想 你怎样都可以啦 这种个人的小习惯哦 完全就可以在watch6 classic上面 自由去设置 主打一个今天是手表去适应你 而不是你去适应手表啦 那我们优点已经讲完了啦 还有一些可能要注意的点啊 这边我也告诉你 注意点一 还是这个旋转表圈 那因为这个表圈的控制 是Samsung的自家技术来的嘛 用在自己家的一个页面 肯定是流畅度一流的 比如说滑动contact的时候 用手滑很顺 用表圈也很顺 比如滑动setting啊 数据的时候也是很顺的 但是哦 到了第三方App 它的敏感度就有点点降低啊 比如Spotify选歌 我用手滑是ok的 但是你用表圈control的话 就有点点不敏感啊 注意点二 换表袋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 可能是我自己的个人问题 你看啊 Before Zelle 我是有做Gel manicure 而且我指甲流到蛮长了的 然后因为我们换表袋 是要按那个银色的位置嘛 那我指甲比较长哦 它就没有办法发到力 所以我换表袋 对我来说是有点吃力的 所以如果你是有美甲的 你就要可能注意一下 但是咧 我现在已经卸掉了嘛 我就发现 换起来其实是很简单的 注意点三 电池啊 经过我自己的实测咧 我早上起床是94% 然后WatchX Classic是可以硬撑到两天 包括中间我还有带着睡觉去增测睡眠 如果我把矽屏提醒打开的话 就会只剩下一天半再多一点 然后第二天晚上七点到九点回到家 就一定要充电了 如果你是玩得多 或者是你是运动比较多的 一天一充是跑不掉了的啦 这个续航叻 对比别的品牌的智能手表 是比较早一点啦 但是 现在WatchX Classic它的充电速度是很快的 我自己试过100%电量 然后我睡了10个小时 它才掉电9% 所以可能它比较吃电的地方 就是它在运动罢了 你回到家你就习惯性充电 然后你去充个凉 几个头可能它就充好了 好啦 又缺点就给你们讲完了啦 接下来讲一两个比较特别的功能 第一个就是睡眠模式啦 这边可以看到睡眠时长 实际的睡眠时间 还有分数的 看现在是不是属于良好 这些睡眠阶段还是很精准的啦 那清醒时长啊 浅睡啊 深睡等等都可以测到 而且Apps哦 还可以打开血氧 Snow 或者睡眠时候的皮肤温度测试 开了之后咧 手表就一边测睡眠 一边测这三个东西 还有啊 当睡眠模式开起来之后 原本感应器一直闪的青色LED灯 直接会变成隐形的红外线LED 你就不怕在睡觉的时候 会给这个青色灯影响到你睡眠了 第二 就是女性周期功能啦 WatchX Classic有一些 对女性比较友好的功能了 比如说根据数据去预测排暖期啊 比如说增加了皮肤感温技术啊 比如说提升了最终月薪周期的准确度哦 第三 ECG星电图 上面我就有讲到啦 WatchX Classic 现在有支持ECG的星电图 两个手指放一放就可以开始检测了 如果有检测到不正常的情况 系统是会立刻发出通知提醒 而且这个Report是可以共享的 我个人是觉得蛮贴心的啦 好啦 听完了优缺点 功能介绍现在入中级啦 就是WatchX Classic 到底值不值得买呢 如果你是用着 Samsung手机的话 叫你买啦 如果你是很喜欢 Samsung ecosystem的话 叫你买啦 因为Samsung手表跟手机 然后匹配度真的是很高 你用起来哦 那个体验感会很好哦 而且除了功能之外啦 手表它也是一个穿搭用的accessory 外形也是很重要的 那WatchX Classic 无论是从表盘 表框 表带到手表本身啊 都是很漂亮的 网上有人评论它为 最美智能手表之一 那原型表盘也是比较日常 百搭休闲感一点啦 So 这个手表1399 你买吗